哈喽朋友们 呃 又要睡空地了 昨天那个哇西不是坏了吗 嫁了个早班 以为今天不用过去那么早 可以睡个懒觉的 没想到老板比较给力一点 直接给我换了一台过来 不得睡懒觉就算了 还要过去早一点 下拖车 所以现在就过去了 现在那个拖车师傅 走到半路不会走了 还要去找一下 看他在哪里待在一起 这个拖车就在这里了 看是这个吗 好的就是这个吧 就这个哇西感觉比之前那个还老呢 好 哇前面给他带路 搬车在后面跟着慢慢走 到里面那里路都是小路的 进去应该都要好久 这里进来就是小路了 过得来吗 不好走啊 这个桥也不好过啊 难搞啊 刚刚好 还要我去正宗的鬼火少年啊 经过长度 这个拔车终于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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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拔车终于到阜值 这个拔车终于到了 就是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想干活了 一看一点油都没有 等过来加油再干了 加好油了 开始干活 哎呀 这把东西还可以 正常